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搞定了吗?开户了这么久 快点开吧 妈妈对不起 如果我平时多点关心你 问多点就不会看着你 差点被人骗我也不知道 如果你真的开了个户口 给了个密码的女人 让她可以转走你的老板 我真的没面目见你 傻啦 你别这么说啦 我最终都没被人骗嘛 喂? 你是不是林小妹? 是啊 你是谁啊? 我是上海公安厅的武警官 我们查到有大量的黑钱 会进你在内地的银行账号里面 咦?不关我死的哦 我也相信你是无辜的 但是情况异常 所以我们国家决定派人去调查你 你不可以告诉其他人 我们的调查员正在前往你的家中 他会假扮是你的亲人 你需要被人调查 你知道吗? 好 啊 姐姐 姐姐 阿妈 我趕时间上班了 有什么回来再说 阿妈 我趕时间上班了 整个信都是阿妈的 阿妈最近搞什么 阿妈回来啦 你搞什么? 为何这么多银行信 是呀 是呀 最近我在银行开多了几个户口 好吧 那些信放在这里 唉 很累啊 班员工 咦 你是? 我是你阿妈在大陆的侄女 我稍后约了她一起出去喝茶 喂 老板 喂 转个弯道 好 行行行行行 啊 回来了 拜拜 不如听过阿妈大陆有亲戚的 其实 我们平时都很想关心一下阿妈 很想知道她在做什么 但每次我们想开口的时候 我们都没勇气继续说下去 如果我们可以多点关心身边的人 事情 就不会这样发生了 你以后只可以用这个电话来跟我沟通 好 好 跟我来 搞定了没有?开个户口开这么久 婆婆 平时你都跟我们说 打包见到数字才最实际 为什么突然开个网上理财户口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快点嗨 不好意思 小姐 我不是很熟 我不是一问同事怎么做 旁边已资深热线 有什么可以帮你? 都说会跌的了 我说会跌的了 又是这些录音电话 都说 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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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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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